真是麻煩 那是誰 就是健仔案 健仔案今天就開庭了 這件事 我們是不是原本擺壓軸說的 我們先說健仔案 還是先說深圳網紅 先說深圳網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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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很多大陸人 現在看到越來越多香港人來到 但是 中國風光的日子 都算是超過十年 如果你說由一個 人民幣對 港幣一算來計 做一個轉捩點來計 是2007年 到現在已經是超過 十五六年 對於這位小妹 這位小妹 這位小妹 她現在就 不是出帖 而是拍片 我看到昨天也有人分享 今時今日的匯率 是去到 一百個半港幣 差不多 五毫子 只有五毫子 這位小妹 她拍片說什麼 她就說 香港人快要佔領深圳 香港人也不止 她還說要窮L香港人 好像很害怕 窮L香港人佔領深圳 好像說得看不起香港 但是又這樣說 你看文匯大公的話 我昨天也有報道過 文匯大公說的是 深圳十二點之後 就香港人話事 現在香港人都排隊過關了 走去深圳 都是內地人擠爆香港 以往都是 現在內地人都不理 現在看回入境數據 我們都說過 淨流出大概是百多萬 一百八十萬左右 她之後就說 香港人有什麼特徵 怎樣影響香港人 給錢 給現金 給錢 然後就帶手契 好像很資正 然後說話又說英文 裝了東西 然後偷偷摸摸 學人用手機APP 在食店裏面 用手機APP來點餐 這個就不只是 心製感的 其實英國現在都是這樣 現在都是 好了 有很多人回應 這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香港人 這麼多香港人過關 之後就說 你們香港人 以往都去日本 有錢的時候 即是你直接去日本 去吃Omakase 現在就來到深圳 去吃便宜 吃便宜的替代品 為什麼突然間 不上 原因只有一個 因為便宜了 在深圳買 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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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死 這班香港人 一碟湖南菜才三百多元 唱個K 二百多 有大包奸 然後還有自助水果 按摩一次的錢 就好像來到深圳 同時間按摩剪頭髮 美甲三件套 三餐這樣算 就說 你在香港 住龍屋 窮人 來的 來到深圳 躺平就可以了 沒有人吃 好喝 好玩好 可謂香港人民的苗 芝博 好像叫做 這個叫做山東芝博 現在出名的是什麼 我記得是 旅遊區 他是搞地攤 他主要是搞大街燒烤 露灘 露灘燒烤 現在他說深圳 就變成這樣 他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 你想想 你大陸人真的很難服侍 他們下來消費的時候 他們下來旅遊的時候 他們就是 香港人的衣食父母 到香港人做回他的衣食父母的時候 他又看不起你香港人 就說 你香港人 就來買買買買買買買 其實你香港人是窮兮 來的 這樣說 坦白說 你會這樣想 其實 證明了你深圳截墮 現在你深圳開始便宜 深圳便宜 什麼意思 就是便宜了 比以前便宜了 以前我認知的深圳很貴 如果不是 我們經常都說 當你連趙勢爭 都要玩大陸 美國人試 你想想大陸是可以多貴 你說 香港人佔領了深圳 不僅是窮兮香港人佔領了深圳 那你是不是覺得 是不是很不想這些窮兮香港人佔領深圳呢 你就很幸運 你可能做網紅 就有些錢賺一下 但其實很多人 恨都恨不到的 你現在要來深圳 要招呼香港人 有些朋友 也都 想完深圳之後 發一些深圳的娛樂場 所謂食肆招聘廣告 說明說 要懂廣東話 才收你三千億 所以我剛才說 你說以一算 那個年份去比較的話 人民幣對港幣一算 這個是十六年前的事 接近十七年了 很快就 我想這個年輕人 其實她那時候的時代來講 其實都是 我想都 現在都未必是十幾歲的 我想二十幾歲 都很小 七八歲左右 都沒有什麼記憶 你不知道 但是 如果你說回 2007年之前的深圳 其實更多香港人 現在 肯定 因為那時候的深圳更便宜 因為那時候的深圳更便宜 好像你這些質地 這些 這些深圳女孩來講 如果你用 那個 阿刁文牛 的標準來看 其實她在上沙賺食的資格都沒有 其實是 知不知道什麼叫上沙賺食 你解釋一下 上沙有些城中村 有些香港人很喜歡 在城中村叫雞 就是橫街摘行 一見到有香港人搭的士來的時候 她就說 她的記憶很清楚 她就說 一落的士 那些人都當她是明星 那樣 是扯衫 又拿著手 拿著自己的球 那樣 是好東西來的 正東西來的 其實是 但是好像你這些 可能是去到夜總會 做什麼呢 是做清潔那個 其實是 嗯 當夫都說 那時候深圳道處都是以拉村 以拉村 很厲害的 你說她這樣說 我想她 日子 就 她記憶就淺了 她不記得以前深圳就是這樣 她說 現在有些網民 她怎樣回 又什麼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你看她們怎樣說 啊 就是她們 剛才看到有些很明顯的 又說住農屋 來到深圳躺平 其實就是說 你現在就是招呼窮人 就是招呼窮的香港人 深圳人 那夠不夠折套啊 阿妹妹仔 其實很多香港人走上去 她們的感覺就是 深圳的消費自己本身都很差 是啊 如果不是你怎麼會看招聘廣告 寫著一定要懂廣東話 我覺得 你這樣去平衡大陸人的心態 你覺得這樣很威風嗎 你覺得會舒服一點嗎 其實這些叫高級黑 你想這樣抵毀香港人 其實大陸就是 你就是那個流量密碼 就是靠抵毀香港人來騙人 你不自卑怎麼自大 是啊 那你就是靠抵毀 但其實不是 你回頭 你說香港人chip 說香港人窮 你就是比香港的窮人更壞 原來 在香港住農屋 上來可以做你的大爺 這個叫六萬萬BB的大爺 你接不接到 可能他的政績 都只不過是幫你捧 捧著餐 捧著果盤 說香港人沒有腦 原來 OK 這個真是說好深圳故事 這句說話 我覺得值得大書特書 去宣傳 原來來香港 原來來深圳的香港人 大灣區的香港人 消費的香港人 就是沒有腦的香港人 但是一個星期花了四十億 在深圳那裏 那你就還折舵 原來沒有腦的香港人 都可以做這些 深圳人的大爺 你是不是在煽動著 深港人民的對立 六萬萬BB 應該報國安 其實是 他都在分裂 但是反過來 這些流量密碼 就是 中國大陸 你講迷信 微博 小紅書 全部都不會禁止 因為 中國今時今日 如果你禁止這些的話 就開始 沒有很宣洩的對象 因為以前就很喜歡 就 就是 要不就 這個業運的時候 就打鬼佬 跟著又拍那些抗日神劇 長津湖 冰凋煉 現在 跟日本 早兩年前 應該好像2019年之前 日本首相 就開始去訪華 叫做修好 正常化關係 現在沒什麼好搞 就搞香港人 是吧 我覺得 是不是要響應你 那麼多人Like你 那麼多人Buy你 那就好 限制香港人上去 我想張宇仁很贊成 應該是 現在個個都說搞夜市 但是也都很坦白說 一件事就是 就是 我們講完這件事之後 我們很多的留言板 應該有些 住在香港的朋友 他們都講的 就是說 今時今日在香港 你經常講的 就是那些什麼茶記 又或者是糖水泡 都講的 9點之前是 我晚上要找地方玩 根本就沒有 就逼著上深圳 為什麼你要做 香港窮人 的 就是你要做這些 chip客 你要招呼這些chip客 你不就還chip上加chip 是吧 這個 香港人也都很坦白地 告訴你 是 是因為紙水低 才自水 當然 你要問一下 為什麼你紙水這麼低 因為大陸現在折墮 簡單來講 因為大陸經濟很不行 為什麼紙水這麼低 因為出口差 亦都被普京套等得很厲害 是啊 因為你的習老闆 國際化人民幣 因為你習老闆 你做的是好事 是吧 就是你 還不碰那個 那個 你就 下去不可 現在是說 無論香港還是中國 都在承受這個問題 有時候 你還地窮 人家不會因為 讓你說一句 就覺得 不一定很不開心 坦白說 事實是怎樣 事實就是 你折磨過香港的窮人 叫什麼名字 六萬萬BB 六萬萬BB 其實大陸人 你都爭著Like 這些帖子 其實都知道他們 其實你都反映到他們 這麼低致 不是 心理不平衡 因為他們的想法 就是覺得 我Serve完這些cheap客 我要找人去宣洩 那你唯一 你六萬萬夠膽這樣說 我就Like 結果就是課金給他 結果就成為了這個流量 那就是廢話 其實就是 那就是 怎樣嘲笑香港人呢 又是模仿香港人 講普口音 又是夾閘著諷刺意味 這些影片 又說得到這麼多Like 又這樣說 你記不記得陳怡為什麼紅 陳怡紅 就是笑大陸 就是大陸雞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有些人還在說 香港人居然都彎下高傲的腰 原來上大陸消費叫做彎下高傲的腰嗎 我現在我上來消費 我做你大爺 我怎麼彎下高傲的腰啊 你是不是傻了 現在誰彎腰啊 喂 五斗米折腰 那個叫彎腰嘛 你要彩甲 你要挖東西 你現在幫香港人居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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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啊 反過來要講一件事 就是 現在 我們都報道過 這個深圳日 有什麼常駐客制度 那同時間 就是 深圳也是 你一過關之後 它是會給香港人 就快速這樣 有個那些支付保 就是那些電子支付的帳戶 然後就給你電話卡 方便你上深圳消費 深圳政府是很大力的 吹谷這件事 什麼叫限制他們每天 只能夠帶兩罐帶奶粉 你猜真的很貪你那些什麼心綠奶粉 當年就是在說奶粉 今時今月就算 這就是梁振英的得證 那就是 港人港地 又說奶粉 就只能夠限大 以前 內地人沒有錢 去香港賺錢 現在香港人沒有錢 就入內地花錢 以前已經在內地花錢 你知不知 是吧 這些是瘋了 即是你吃地溝油 吃到失益 我們一直在恥笑的一件事 就是吃地溝油的命 操習近平的心 在香港賺錢 然後在深圳消費 其實挺香的 是大陸人沒有錢消費 香港人又閒錢會享受 就是這些事情 我說為什麼呢 大陸人是不會進步的 為什麼呢 你看到大陸人受到侮辱 受到侮辱 遇到困難 他不會懂得虛心反省 去自強求進 不會的 就是經常阿Q的精神 只會找些地方發洩 發洩 就是說一些不經大陸的說話來發洩 然後是遺老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你覺得 現在香港人 那些窮人湧下來 現象是什麼 現象就是現在中國經濟折朵 中國紙水低 六萬萬 中國紙水怎麼這麼低 出口差 為什麼這麼差 因為現在 這個就是 習老闆 得罪了很多歐美的勢力 現在歐美客人不再買 不再落單給現在中國的廠家 所以現在 你連做廠妹的資格都沒有 六萬萬BB 施詠青說過很多次 要招呼香港的窮欺 你要幫香港的窮客 住板間房的窮客 要採疑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什麼叫波推 你知道什麼叫推油 Nulu 他不懂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有很多 那些民工很慘 去涵濕假期那裡 招呼香港的窮欺客 是不是 你連太賴冷的資格都沒有 就是 你在涵濕假期裡面 其實你要去清潔廁所 明白嗎 你這樣叫侮辱香港人 你猜香港人會這樣被你侮辱 會覺得很不開心 他就會因此而 折墮了嗎 折墮就是現在中國的現實 Pattie Line也有說過 現在回到深圳消費 很多都是大陸人 這是真的 那又怎樣 他們都叫做在香港住 都叫做有張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 是呀 所以你們怎麼看 是呀 我賣多說不贊成回大陸 所以其實剛才有些網民 大陸網民說 要限他們來上大陸 對呀 應該這樣做呀 那就去日本 沒有問題 應該是這樣 其實是 嗯 是吧 最好 要抵制香港那個 什麼叫做人才通 不過來 是吧 嗯 你回去消費的時候 你就放下自己高貴的身段 然後向他們折腰 是不是瘋了 香港人為什麼多了回大陸 就少了去日本 原因是在於 那些日圓都貴緊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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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們說一下 哪一個 就是這個健仔案 健仔案 其實真的是一宗悲劇 嗯 健仔案 因為今天開 健仔呢 其實都 就是這個 六月那時候 是做了一個初審的 嗯 就是 對 那些證據先的 為什麼 為什麼你說 唉 就是阿鍾Sir會說 升旗二得道 就是他直接這樣說 其實他沒有開名 沒有開名 但其實你可以排除法 那他當然不是說 鄭文傑 那你當然不是說 阿茂叔 他那次不是在英國 他就剩下誰 哪個鬼五十六 那就是你升旗二得道 是吧 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一個很主因 就是為什麼那些人 就對這個升旗二得道 那個觀感這麼負面 你看這件事 那個案情呢 其實今天就是揭出來了 是 就是他就說 這個我們知道 這些報道 其實李桂華 他第一天的時候 撲出來說 就是你幫他們 去搞這個 你建議他們 建議他們躲起來 躲起來 去找政治庇護 是吧 是啊 第一找政治庇護 你沒有人 然後叫他進去 自己一個進去 很危險 危險在於 不收他的時候 踢他出來的時候 一定有被保安 一定有被國安跟著 其實一直都是被國安跟著 我就懷疑 其實他是被 這個美國領事 踢出來之後 就跟到他現在 就適當時候 才去抓人 就是要看著你們著草 我才去抓 因為你去到著草的時候 他就能進入你 喂 你兩年 他是不是兩年 躲了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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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年 就是白錯的 白白的自由就沒有了 然後呢 你不扣刑期 但是呢 你還要壞了一個罪名 就叫妨礙司法公正罪 因為你不去應訊 你嘗試躲起來 你嘗試潛逃 真的多虧你不少 其實這件事 然後他就找了葉豪 葉豪也是他的朋友 不是 豪仔 就是一直照顧他們 就是豪仔 照顧他們的豪仔 其實先後 就轉個四個地方去住 就是荃灣的斯麗酒店 葵聰的星柏山 i Place 和星星中心的單位 除了i Place之外 其他單位都是葉豪租用的 他就負責 豪仔也負責 他們的生活必需品 那樣的東西 他就說 每次去搬單位的時候 他都要提供一些協助 以免被發現 就好像走人蛇那樣 就是要豪仔將他們 就裝在紙箱裡 然後偷偷地搬上貨車 那相關人士 就是Tony Choi他們 就說 呂青會把四個人 偷運出香港 是節目說還是私底下說 答應他們 但是根據Tony Choi 他當時說見仔被捕案 他亦都說過很多次 就說 他說不贊成 不贊成 他自己說的 因為他說有些人 應該好像是 陳世德 現在就是 以案情來說 他將個姓陳的 就放進去 就當他是升旗易得道的人 但是那個是陳世德 那個是陳世德 另外一個組織叫 Friends of Hong Kong 是的 Friends of Hong Kong 陳世德就是 跟一個Friends of Hong Kong的人 就是跟這個升旗易得道 兩個合起來 就說要幫見仔他們 就送了一條糞便給他們 就叫他們 去這個美領館裡面 去尋求庇護 是否一件這樣的事 整件事就是這樣的 但是我覺得最錯的就是 你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 你水了他們進去 然後出來之後 我就覺得 在那時候開始 已經被國安跟著 然後 你要找他那麼久 你要他避免那麼久 他們就等於 他們就在這兩年裡面 的光陰白白犧牲了 但Tony Choi 然後還要被人家 加以一個罪名 就是叫做妨礙司法公正罪 嗯 他也有抗辯過一件事 第一 他就勸了那些人 不要從水路走 因為他說踏通天地線 就知道這個警方 就是封鎖了水路 第二件事 也說他是有給錢 豪仔 就去照顧這四位 但也都在司徒民進那裡 之前也有訪問過一位 叫做Sandy的女生 就是他的義工 是他的義工 就說其實 通天地線 出的錢 就不超過三萬五千元 他現在好像說 都沒有什麼錢幫人 又說什麼黃標 因為其實 阿全仔來到之後 第一個是找他們的 但是他很坦白 阿全仔跟我說 一元都沒有給他的 其實就 只是請他吃兩頓飯而已 上個星期 他又不知道 找人帶了荃仔 上去他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黑池 黑池酒店那邊 就說叫他在這裡住 最後沒有 我就覺得 應該不應該這樣 因為現在人家 給了倫敦的地方 給你庇護 他自己也沒有答應 他就回來 他都覺得不對勁 因為他現在說 上面黑池酒店那邊 也沒有客人 全部都是自己有 然後又說 水電煤又很貴 不斷白開支 然後就說 要炒人 說他們要 因為浪費到電費 一個月 要給了7千鎊 但是沒有客人 現在沒有人去住 你就不斷倒水 所以 阿泉仔說 以前認識他們 所以 都提供不到什麼幫助 就是這樣 當然 我都不是提供了很多 其實 我都沒有怎樣幫到阿泉仔 其實 好了 就說 誰呢 他們 就是 健仔 健仔最後 就是透過阿浩仔的幫忙之下 就是跟一個RICO的人協定了 這個RICO 就是那個蛇頭來的 是嗎 安排船給他們 在西貢走的 最後就是他們在去年的7月13日 就離開星帕山 最後住的就是星帕山 不是工廠大廈 這個跟案情有些出入 跟我們知道的情況也出入 我們認知的不是這樣的 去年 最後離開的時候 是在工廠大廈 工廠大廈 星期三在西貢北潭聰被捕 前前後後四個地方 星帕山 I Place 工廠大廈 應該是I Place 或者叫星星中心 星中心是不是工廠大廈 他又沒有說清楚 究竟那個次序是怎樣 其實我記得 李桂華去年說 他最後住的地方就是工廠大廈 但現在 案情就是 他們最後住的地方就是星帕山 是私樓來的 他們最後又在星帕山 可能之前那晚在星帕山過夜 不知道 純粹一晚裡面在過夜 這個情報到場 最後到北潭聰 已經被警察跟蹤了 這個第一個問題 但我覺得未必 原因很簡單 根本上跟了你兩個年 自從領館之後 怎會不跟你 美領館外面 除了美領館範圍 接近一百米以內 是美國自己做的保安之外 美國領事館外 根本上 就是受到廣警的 嚴密的監察 一定是 軍事廠街附近 算了 怎會被你出來之後 被你順利走去 不僅是健仔 還在坐那個 哪個 就是香港民族黨 不是 那個 民族陣線 哪個 坐12港人 不是 有另一個 又是去美領館庇護 鍾翰林 鍾翰林 那時候還有鍾翰林 前前後後 那時候一年七至八個 怎會被你順利走到 是自從那一刻開始 已經被國安跟了 已經被警察跟了 就是跟蹤你兩年 就是看你做什麼 去到你最後 你想潛逃一刻 就加你一項 妨礙司法公正罪 然後最毒的那一刻 你之前 你那兩年 好像偷渡客那樣 躲在那些日子 白白奉獻了 這兩年的寶貴光陰給人 所以 我覺得健仔真的多得你們不少 他們也都 也都說過曾幾何時 安排過這個貨輪 去到被健仔偷渡 最後都失敗了 那就不知道了 這些真是假的事情 想不想到停 都是不知道的 一切以現在 健仔案 即現在他第一個審的 就不是健仔 那個叫做馮青華 暫時 那個是馮青華 他那個案情是這樣 但是要去到真的 審一下健仔 才知道更加詳細的 那些 例如轉移地點 又或者是 升旗易得道 怎樣去聯絡他的 那些細節 因為我們 五百一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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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沒有了 偷偷摸摸 不見天日 那今天 現在是誰幫他做 辯護律師 我們都認識的 Chris Chris 他的求情 第一 他這半年裏面 超過半年裏面 他住了十個月 是小南精神病院 那裏其實環境很差 就不是說 你說什麼有老鼠 蟑螂 這些什麼 其實你探監次數更少 放風 探監次數更少 你是困到人都瘋了 然後 其實他自己也說 他是一個 都有理想的青年 只不過 他年輕的時候 很容易受到人的影響 尤其他被捕之後 他認識到這位姓陳的男子 陳世德 這個真的是老千 然後就說 可以安排他潛逃 安排他潛逃之後 還說什麼 還說 好像有人說 這個我們作證不到 是吧 我看見哪個說 大匪說 說Tony Choi 他們借著他們的名字 就是籌棋 是吧 這個是 這個大匪說的 然後就說 在英國有家長會 捐了很多錢給他們 還有古董 還有古董 包括現在的黑池酒店 都是有善賞人勇捐出來的 是吧 嗯 是吧 然後就叫籌錢給他們 但是現在 你最後變了什麼呢 他說 求情 提到他人很樂觀 他本身是想做一個羽毛球教練 希望教授長者做運動 雖然他在讀職訓局 但同時間他也是讀高級文憑課程 那家境如何呢 他的姐姐 就是19歲的時候中風 康復了之後 就做IT的資訊科技公司的項目主任 他爸爸就是做汽車維修 他媽媽就是做醫管局的護士 一家都是專業人士 都算是 就是說他家裡的環境 是不差的 也都希望法庭給他一個自身 改過自身的機會 你求情都知道 就這樣說這些 嗯 其實他在案情那裡說到 就是說 他原本我們昨天 不是啊 我們去年 是吧 去年不是見到 阿托尼蔡他們 對著東周刊 他們不是出示過一條片 不是出示過一條片 總之就是他們有一條片 在網上就出來了 就是說 感謝升旗易得道 然後說他們需要錢 這些就是現在你看回案情 案情這樣寫就未必是真的 但是我們看到法庭裡面 交代案情就是這樣寫 去年八月的了 因為我看回那個時間 就跟司徒文俊 又或者大匪 當時講見證案的時間 是很接近的 這件事情是很不幸的 那 有網友 現在我看到 就是 check room的朋友 又說 鬼鬼地 呀 不可信呀 又說 就是 就是 懷疑他們背景 嗯 我就奉勸大家 就不要這樣講 了 我也都不流行 這樣去屈人的 就是 你怎樣 有什麼證據 說你是鬼 沒有的 但是 肯定是做好心做壞事 是吧 然後 就是 你最麻煩就是 那條屎橋 你叫人去領事館去庇護 當初 當初 他們也都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鍾翰林的那個故事 嗯 鄧啟然 今天回來 從大陸營館回來 那 大陸營館回來 都要分別 要面對兩個罪名 是嗎 就是 坐完大陸 要坐香港 第一就是妨礙司法公正 第二 就是那個暴動罪 嗯 暴動罪 就不會輕 其實是 那你現在你看到最低消費 就算 只要在暴動現場路過 你以理大案 理大為成案 狀政 是的 那些量刑起點去計算的話 那 你純粹在暴動現場出現 都四五年 那我記得他好像是有 搜到一些 搜到一些東西 搜到一些工具 搜到一些 搜帶啊 那 那 就會是多些 你至少都多一兩年 是吧 然後妨礙司法公正 那你看一下法官怎麼判 兩條再加上 看看會不會同期執行 就看看他怎樣求情 但是今時今日怎樣求情 最後最後 都要看一下 律政司是否肯放過來的 今天最糟糕就是 就是現在你今時今日 最糟糕就是律政司 他自己覺得 調戲不順 判得過輕 然後他會上訴的 正正就是 現在的法官 都預料了一個 律政司會上訴 所以可能他自己會判重些 免得跟你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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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得你挑戰 那個叫做原審法庭 又說他這件錯 那件錯 甚至是拼不過 那時候 亦都說法庭 將自己的地位 和行政當局 挫折 即是說你老幾 現在就是這樣 一個橫空出來 兩單都是船家賭灰 船家兩邊吃光 真是正仆街 這樣就沒有辦法 利益的事真的沒有辦法 有 有網友 挑戰我們 為什麼要害死人 當然是害死人 你現在的結果 你問一下 如果你問阿健仔 他會否後悔 一定後悔 一定後悔 他會坐多了 絕對坐多了 你坐多了兩年 這兩年裏面 得見天日之餘 你還要是 罪加一等 那個叫做妨礙司法公正罪 誰陪給他們 妨礙司法公正 你是楊壽誠 那你就坐四次半月 你說當他第一天 考慮躲起來 不上庭 當然是想走 走不了 因為沒有路 有少少希望 都想試一下 問題就是 誰給希望他們 誰給一個虛假的希望 現在大匪的人說 有人吃民血饅頭 就說借著他們的名義 去籌錢 但是到中途 就不理他了 即是阿豪仔 就說你不理他們 我就自己去借錢 Sandy都有這樣說過 是吧 那你現在其實籌了多少呢 過得比阿健仔有多少呢 Sandy說三萬多元 三萬五千 不多過三萬五千 那你是不是有食甲棍的嫌疑 那好吧 如果這件事 我看到他們交代了很多次 是吧 他當然有自己的說法 是吧 但是很多網友都不相信他們 是吧 是吧 那正正就是一個這樣的污點 說到現在 阿袁爸爸他搞香港議會 那這些事就燒上身 就是這樣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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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有盡力 無需自責 是吧 那我不跟你爭辯 你喜歡相信他們 就相信他們 我不需要爭辯 這件事 大家自有功論 這件事 是吧 只不過就是說 如果你要幫人潛逃這件事 你 不能說十足把握 當然是不能說十足把握 但是那時候 說得最大聲的 即是說到 哇 他最高調的 就算六四的時候 你華叔做的那些 都不像他那麼高調的 黃雀行動 當年是 沒有人知道的 是事後 他們成功走出來 是過了好幾年 大家才知道 有黃雀行動 這件事 他們肯定有說過 當時叫他們 不要受審 不要上法庭 嗯 覺得這個法庭是不義 不公的 但是你絕大 你是不是說 就由他上庭 這樣 但是就不是說 這樣著草這一隻 你說 你說去機場那些 是 很多人出了事 馬上坐飛機去機場 但是當然 他被捕了之後 護照都藏了 是不能上機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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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 是否只有著草這一條路 那現在就是 賴了陳世德 那陳世德呢 之後有沒有說過的話 沒有 是由德他們說的 那時候是 陳世德就是在 TG裡面 就罵他們 說他們在那個 什麼 黑池酒店裡面 怎麼叫人家 天天唱 《怨榮光》 然後又說 有性侵又成 然後大家好像 互相交球 但是大家 就不再說 健仔的事情 反而就是 說了一些是非 變成了 說了一些是非 就是大家 大家就在那裡 聚焦 然後又說 英國怎麼偷了那輛車 那些什麼 就是這些 是 他們怎麼處理健仔的事情 大家就說 我們已經討論過了 這樣就算了 就變成這樣 也就是說 健仔裡面的細節 其實他們都 都沒有真真正正的回應 嗯 好啦 我們都這一節的時間 都很長 郭靖晴 他認為星期二有倫理責任 不是承認有責任去推卸 嗯 等一下 現在幾點 哇 5點了 大哥 今天完了 太長了 我們今天都 過了這個 國情環節 應該都是 都好像沒有什麼大事發生 那些國情 我們都是上個禮拜那些事情 是嗎 現在好像每天都在 在萬聖直播 現在支爆的過程 是啊 就看到 第一層倒閉了 接著去第二層 現在的情況就是 這樣 大家就去問一件事情 現在好像 沒有人去理 那個俄烏戰爭 當然沒有人去理 大家每天在看 人仔最低可以跌到多少 現在焦點擺在支爆的 那個慢性過程 那個潰移北崩的過程 是啊 還有 說回香港的夜市經濟 就反而是更加多 比起那些支爆 和香港的夜市 更多於那些澳湖戰爭 因為兩者是二而為一 剛剛都有過什麼 你看看那些八婆 浸鋒相對 現在港者也有些是非 去看 美女也沒什麼看 可以去看那些是非 因為我們剛才說過 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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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朋友 整容 男朋友爆他的整容 想出來 那一下大家是覺得奇特 現在呢 就有了個什麼呢 就有了個 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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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 每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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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 港者決賽前夕 一定有人被爆黑材料 是嗎 今年也不例外 是嗎 現在 潘明 潘明 前男友 爆他整容 有虛報學歷 現在這個Cindy 就說 其實這件事出來之後 我也有些擔心她的情緒 嘩 真的 哈哈 這些 這些是否叫下茶表 還是什麼表 我真是 我不懂 真是 這些真是 好懂這樣說這些 她說 我也有些擔心她 然後 記者問她 那你贊不贊成整容 可以整容 港者 其實也是 如果你選港者整容的話 那你不就是促術 即是出貓 是嗎 你虛報學歷也算了 其實虛報學歷也是出貓 其實是 虛報學歷 香港的其實是偽造文書的 這個 這個是要拘捕的 大家都有些擔心她的情緒 變成我們主動幫她問一下她 我覺得 記者問她 寫個球給她 交個球給她 那你覺得 應不應該整容 可不可以整容 那 港者呢 要天然 我覺得當然要 因為我們選的時候 表格 都寫明要純天然 還有這件事 才是最真實 而我覺得呢 選港者一定要夠真 還有要有自信 喂 你這麼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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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榮璇 你會不會你這麼說 踩多兩腳 更加不開心 算數啦 潘榮璇 那些 呂惠兒怎麼說 呂惠兒那些 就是落井下石 其實整容這件事 來算是很難去防範 因為道高一隻 是摩高一丈 而我覺得內在愛 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覺得 每個人弄到一色一樣 那就分不了 如果你弄到好像 A面 B面 那樣就不好了 但是 如果 微調 就去一下水腫 那些 我覺得又不是一件壞事 來的 或者割一下雙眼皮 那些 弄到媽媽都不認得你 就沒有問題 不要弄到媽媽都不認得你 就沒有問題 其實 這個階段 現在的心態是五官合起來和諧就可以了 不要像剛才那些七夕姊妹那樣 自己就不會追求外貌要進化成怎樣的 這些女人說話 真是句句有骨 那些就算了 是嗎 Rat說的 即是今年主題是AI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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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的話 你找什麼 那個 你以前龍珠 什麼人做人 18號 18號 是嗎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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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緊時 那 加緊時 都加了 已經是 快兩小時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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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ta Mill就說 不是說星期二辯護 但如果 陳世德說的話 是真 一早有人 報了英國警方 和當地媒體 就不會讓他們爆出來 那 那 這個我就 不便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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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還有 我想 他們現在 批了 沒有 那個 好像沒有 你問誰 星期二 星期二 其實 Tony Choy有 Sandy 就說 Tony Choy已經成功了 成功了 那 那人說 因為健仔 的問題 Tony Choy要申請 下星期二得道 幫我們去安排 然後他拿著這段片 就交給內政部 成功了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下星期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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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